好 接上个视频 刚刚接个电话 然后那个视频就断掉了 我们接上个视频 我们接着勾 勾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长针 然后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长针的剪针 长针的剪针 长针的剪针 然后我们勾 勾好之后我们绕线 一次性带过 这是一个剪针就勾好了 然后我们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 正常的长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 长针的剪针 我们上一圈 勾的是一共是七组的剪针 这一圈我们是勾五组的 五组剪针 就是割一针剪一针 勾五组 然后绕线 勾长针的剪针 就这样 勾一个剪针 一个长针 一个剪针 一个长针 一直这样勾 好 一个长针 然后到这个剪针的位置呢 我们绕线 再勾出来 一个剪针 勾出来一个剪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就对应的勾中长针 就可以了 中长针 然后我们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穿针进去 勾线出来 然后绕线 勾 长针的剪针 勾这个中长针 刚刚说错了 勾中长针 就是这边对应的是两个中长针 然后我们不加不减的 勾短针 勾到最后 就是刚刚那边怎么勾 这边也怎么勾 是对应的 鞋子两边是对应的 一直勾 勾到最后 然后 最后一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取下这个黄色的记号扣 取下记号扣 然后我们勾 一个引拔针 我们第三圈就结束了 第三圈结束了 我们立一个起立针 我们开始接着勾短针 在同一个洞里面勾短针 大家勾熟练了的话 这个记号扣不用做就可以啊 想做的话还把记号扣挂上 我这边就不再挂记号扣了 然后我们接着勾 勾短针 一直勾到我们勾中长针的位置 就是剪针前面中长针的位置 好 现在呢我们已经锅到中长针的位置了 这里是明显的不一样 这里是明显的不一样 是两针中长针 然后下一针是一个一针的减针 然后呢我们绕线 还是勾两针中长针 然后再绕线 下一针你勾中长针 好勾好两针了 勾好两针中长针了